第五回 乱盘逃大圣偷担,反天宫诸神捉怪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,更不知官邪品丛也不叫俸禄高低,但只著名变了。 那齐天府下,二司先利早晚服侍,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踏,无事迁营,自由自在。 闲时节,会有游宫,交朋结义,见三卿称个老子,逢四弟到个陛下,与那九要星,五方将,二十八秀,四大天王,十二元臣,五方五老,普天星象,和汉群神,拒之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。 今日冬游,明日西荡,云去云来,行踪不定。 一日,玉帝早朝,班部中,闪出许晶阳真人,父信启奏道道, 既有齐天大圣,无事贤游,结交天上众新宿,不论高低,据称朋友,恐后贤中生事,不若与他一间事馆,庶免别生事端。 玉帝文言及时宣照,那猴王,心心然而至,道,陛下,赵老孙有何声赏? 朕见你,身贤无事,与你见直逝,你且全管那盘桃园,早晚好声在意。 大圣欢喜谢恩,朝上畅惹而退。 他等不得穷忙,急入盘桃园内查看,本园中有个土地拦住,问道,跟大圣何往? 无缝御地点拆,代管盘桃园,进来查看也。 那土地连忙失礼,几乎那一般除树立士,运水立士,修陶立士,打扫立士,都来见大圣叩头,引他进去。 但见那,腰腰灼灼,磕磕珠珠,腰腰灼灼,花莹树,磕磕珠珠,果亚枝,果亚枝头垂紧淡,花莹树上醋烟枝,拾开时节千年熟,无下无东万载池。 仙熟的拖延醉脸,还生的带带清疲。 宁烟姬带绿,应日显丹姿,树下奇葩并异会,似时不屑色齐齐。 左右楼台并管设,云空长剑照云泥。 不是玄都凡俗种,摇吃亡母,自栽培。 大圣看完多时,问土地道,此树有多少株树? 有三千六百株,前面一千二百株,花微国小,三千年一熟,人吃了成仙了道,体贱深情。 中间一千二百株,曾花干时六千年一熟,人吃了侠举飞升,长生不老。 后面一千二百株,子文湘湖九千年一熟,人吃了与天地其寿,日月同耕。 大圣文言,欢喜无人,当日查明了株树,点看了亭格,回府。 自此后,三五日一次赏完,也不交友,也不塌游。 一日,见那老树之头,桃树大半,他心里要吃个长心,奈何本源土地、历史,并齐天府先例,紧随不便。 忽舍一寄道, 哎,哎,如等且出门外赐好,哎,让我在这亭上少气片食。 那仲先果退,只见那猴王,脱了官符,爬上大树,捡那熟透的大桃,摘了许多,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。 吃了一饱,却才跳下树来,沾官卓服,换众等一丛回府。 十三个日,又去设法偷桃,尽他享用。 一朝,王母娘娘设宴,大开宝阁,摇池中做盘桃盛会。 急着呢,红衣仙女,青衣仙女,素衣仙女,造衣仙女,紫衣仙女,黄衣仙女,绿衣仙女,各顶花篮,去盘桃园摘桃见会。 七衣仙女,直至原门首,只见盘桃园,土地,丽氏,同齐天府,二司,仙女,都在那里把门。 仙女进前道,我等奉王母一旨,到此摘桃设宴。 土地道,先额且住,金岁不比往年了,玉帝点拆,齐天大圣在此督礼,须是报大圣得知,方敢开园。 仙女道,大圣何在? 呃,大圣在园内,因困倦,自家在亭子上睡呢。 既如此,寻他去了,不可迟悟。 土地,急于同静。 寻至花庭不见,只有一关在庭,不知何往,寺下里都没寻住。 嘿嘿,原来,大圣耍了一会儿,吃了几个桃子,变作两寸长的个人儿,在那大树烧头,浓阴之下,睡着了。 七一仙女道,我等奉旨前来,寻不见大圣,怎敢空回? 旁有仙使道,仙女既奉旨来,不必迟疑,我大圣咸游惯了,想是出园会友去了,如等且去摘桃,我们替你回话便是。 那仙女一言,入树林之下摘桃,先在前树摘了两栏,又在中树摘了三栏,到后树上摘取,只见那树上花果稀疏,只有几个毛地青皮的,原来熟的都是猴王吃了。 七仙女张望东西,只见向南枝上,只有一个半红半白的桃子。 青衣女用手扯下枝来,红衣女摘了,却将枝子往上一放,原来那大圣变化了,正睡在此枝,被他惊醒,大圣极限本相,耳朵里撤出金箍棒, 晃一晃,晃一晃,晚来粗细,嘟的一声,哎,你是哪方怪物,敢大胆偷窄我逃。 慌得那七仙女一起跪下,大圣息怒,我等不是妖怪,乃王母娘娘拆来的七衣仙女,摘取仙桃,大开宝阁,做盘桃盛会。 对,是至此间,先见了本园土地等神,寻大圣不见,我等恐持了王母一旨,事已等不得大圣,故仙在子摘逃,万望恕罪。 大圣门言,回春作喜。 嘿嘿嘿,仙格请起,王母开阁社宴,请的是谁啊? 上会自有旧规,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,圣僧罗汉,南方南极观音,东方崇恩圣地,十州三岛仙翁,北方北极玄陵,中央黄极黄绝大仙,这个是五方五老。 还有五斗星君,上八栋,三清,四帝,太乙天仙等众,中八栋,玉皇,九蕾,海月神仙,下八栋,幽明教主,祝氏帝仙。 各宫各殿,大小尊神,聚一齐赴盘桃佳会。 嘿嘿嘿,可请我吗? 嗯,不曾听的说。 哦,我乃习天大圣,就请我老孙做个习尊,有何不可呀? 嗯,此时尚会就归,今会不知如何。 嗯,此言也是,难怪如等,离前立下,待老孙先去打听个消息,看可请老孙不请。 好大圣,念着诀念声咒语,对众仙女道,咒咒咒。 这原来是个定身法,把那七一仙女一个个愣愣正正白着眼,都站在桃树之下。 大圣纵朵祥云,跳出园内,竟奔摇池路上而去。 正行时,只见纳碧香,一天锐矮光摇曳,五色祥云飞不绝。 白鹤声名震酒高,紫枝色绣分千叶,中间献出一尊仙,相貌昂然,风采变。 神武红迷,晃汉霄,腰悬宝路,无声灭。 名称赤脚大罗仙,特赴盘桃,天授戒。 那赤脚大仙,敌面撞见大圣,大圣低头定计,撞哄真仙,他要暗去赴会。 去问,老道何往? 大仙道,蒙王母见招,去赴盘桃家会。 老道不知,玉帝因老孙金头云集,着老孙五路邀请列位,先至通明殿下严理,后方去赴宴。 大仙是个光明正大之人,就以他的狂语作真,道,常年就在姚池眼里谢恩,如何先去通明殿眼里,方去姚池附会啊? 无奈,只得拨转祥云,静往通明殿去了。 大圣驾着云,面声咒语,摇身一变,就变作赤脚大仙模样,前奔摇迟。 不多时,直至宝阁,按住云头,轻轻一步走入里面。 指尖那里,穷香缭绕,瑞矮缤纷。 摇台铺彩节,宝阁散阴云,凤柱鸾响,行飘渺,金话玉恶,影浮尘。 上排着,酒凤丹侠乙,八宝紫尼墩,五彩苗金桌,千花碧玉盆。 桌上有,龙肝河凤水,雄掌雨兴纯,珍修百味斑斑美,一果佳肴,色色心。 那里扑舍得齐齐整整,却还未有仙来。 这大圣便看不尽,忽闻着一阵酒香扑鼻。 忽转头,见右臂乡长廊之下,有几个造酒的仙官,盘遭着历史, 领几个运水的道人,烧火的童子,在那里洗缸涮瓮,已造成了玉叶穷江,香劳佳酿。 大圣止不住口脚流闲,就要去吃,奈何那些人都在这里? 他就弄个神通,把毫毛拔下几根,丢入口中嚼碎,喷浆出去,念成咒语叫变。 即变作几个瞌睡虫,奔在众人脸上。 你看那伙人哪,手软头低,闭眉合眼,丢了执事,都去顿睡。 大圣却拿了些百味八针,佳肴一品,走入长廊里面,就着缸,挨着瓮,放开量,痛饮一番。 吃够了多食,毛桃醉了,自揣自摸道,不好,不好,再过一会儿,请的客来,却不怪我,一时拿住,怎成事好? 不如早回府中睡去,好大圣,摇摇摆摆,仗着酒,任情乱状,一会儿就把路插了,不是齐天府,却是兜率天宫。 一见了,顿然醒悟,兜率公,是三十三天之上,乃离恨天,太上老君之处,如何错到此间? 也罢,也罢,一向要来望此老,不曾得来,今趁此残佈,顺道,就望他一望也好。 即整一撞进去,那里不见老君,似无人计,原来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株灵丹台上讲道, 众仙童,仙将,仙官,仙力,都势力左右听讲,这大圣直至丹房里面寻访不遇,但见丹造之旁,炉中有火。 炉左右,安放着五个葫芦,葫芦里,都是练旧的金丹。 大圣喜道,此物,乃仙家之至宝啊。 老孙自了道以来,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,也要练些金丹旧人,不期道家无瑕,今日有缘,却又壮着此物,趁老头子不在,等我吃他几碗尝心。 他就把那葫芦都清出来,就都吃了,如吃炒豆相似。 一时间,丹满酒醒,又自己揣渡。 嗯,不好,这场货比天还大,若惊动玉地,性命难存。 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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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如下贱为王去也。 他就跑出兜帅宫,步行旧路,从西天门使个隐身法逃去。 急干云头,回至花果山界。 但见那惊奇闪烁,割己光辉。 原来是四剑将与七十二栋妖王在那里演习武艺。 大圣高叫,小的们,我来也。 众怪丢了气泻跪倒,哎呦,大圣好宽心啊,丢下我等许久,不来相顾。 哎,没多时,没多时。 且说且行,进入洞天深处。 四剑将打扫安歇,叩头礼拜币,俱道。 哎呦,大圣在天这百十年,实寿何值啊? 嘿,我记得才半年光景,怎么就说百十年话? 哎,在天一日,即在下方一年也。 啊,且起这番玉帝相爱,果封作齐天大圣, 其一作齐天府,又设安静宁神二思, 思设先立侍卫,向后见我无事,着我代管盘桃园, 静音,王母娘娘设盘桃大会,未曾请我, 是我不带她请,先赴瑶池,把她那先品先酒, 都是我偷吃了。 走出瑶池,亮亮呛呛,误入老君公雀, 又把她五个葫芦金丹也偷吃了, 但恐玉帝见罪,方才走出天门来也。 众怪闻言大喜,即安排酒果接风,将椰酒满针一十碗奉上。 大圣喝了一口,即呲牙来嘴道, 哎,不好吃,不好吃。 崩巴尔将道,大圣在天宫吃了鲜酒鲜瑶, 是以夜酒不甚美口, 常言道,美不美,乡中水呀。 哦,那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了? 哈哈哈哈,我今早在瑶池中受用时, 见那长廊之下,有许多瓶罐, 都是那玉叶穷疆,你们都不曾尝着, 来,带我再去,偷他几瓶回来, 你们各饮半杯,一个个儿也长生不老。 众猴欢喜不声, 大圣急出洞门,又翻一个惊动, 使个隐身法静置盘逃会上, 进摇池宫雀, 只见那几个造酒盘糟运水烧火的还酣睡未行。 他将大的从左右斜下加了两个, 两手提了两个, 即拨转云头回来, 会众猴在于洞中就做个仙酒会, 各饮了几杯快乐不提。 却说,那七仙女自受了大圣的定身法术, 一周天方能解脱, 各提花篮,回奏王母说道, 齐天大圣使数法困住我等, 故此来迟。 王母问道, 如等摘了多少盘桃? 只有两篮小桃, 三篮中桃, 至后面大桃半个也无, 想都是大圣偷吃了, 急正寻间, 不期大圣走江出来行凶拷打, 又问摄宴请谁, 我等把上会事说了一遍, 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, 直到如今才得行解回来。 王母闻言, 急去见玉帝, 被臣前世, 说不了呢, 只见那造酒的一般人, 同仙官等来揍, 不知什么人搅乱了盘桃大会, 偷吃了玉叶穹江, 其八真百味一具偷吃了。 又有四个大天师来奏上, 太上道祖来了, 玉帝急同王母出营, 老君朝礼帝, 哎呀, 老道公众练了些九转金丹, 伺候陛下做单元大会, 不惜被贼偷去, 特起陛下支支。 玉帝见奏, 耸聚, 少时又有齐天府先例叩头道, 孙大圣不守执事, 自昨日出游至今未转, 更不知去向, 玉帝又添一丝。 只见那赤脚大仙, 又负信上奏道, 臣蒙王母赵昨日赴会, 偶遇齐天大圣, 对臣言万岁有止, 捉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原理, 方去赴会。 臣依他言语, 即反至通明殿外, 不见万岁龙车凤年, 又急来此次后。 玉帝越发大惊。 嗯? 这思假传旨意, 转哄贤轻, 快着纠察陵官, 急访这次踪迹。 陵官领旨, 即出殿辩访, 尽得其详细, 回奏道, 搅乱天公者, 乃齐天大圣也。 又将前世尽速一番, 玉帝大脑, 急拆四大天王, 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, 典二十八秀, 九要新官, 十二元臣, 五方接地, 四支公巢, 东西兴斗, 南北二臣, 五月四读, 普天兴象, 共十万天兵, 步一十八架天罗帝王下界, 去花果山围困, 并捉获纳斯楚智。 众神及时兴师, 离了天宫, 这一去, 但见那黄蜂滚滚遮天暗, 紫雾腾腾照地昏, 只为妖侯欺上帝, 致令众圣降凡臣, 四大天王, 五方接地, 四大天王全总治, 五方接地, 调多兵, 里托塔, 中军长号, 鄂哪吒, 前部先锋, 罗侯兴围头检点, 济都星随后争容, 太阴星精神抖擞, 太阳星照耀分明, 五行星偏能豪杰, 九要星醉喜相争, 元臣星子物卯有, 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, 五温五月东西柏, 六丁六甲左右行, 四都龙神分上下二十八秀, 密层层, 绝抗敌坊为总领, 魁楼魏卯贯帆腾, 斗牛女婿威势臂, 欣慰机心各个能, 警鬼柳星张义枕, 轮枪武剑显威灵, 亭云将物临凡事, 花果山前, 扎下营, 誓约, 天产猴王变化多, 偷单偷酒乐山窝, 只因搅乱盘桃会, 十万天兵布网罗, 当时, 李天王传了令, 说众天兵扎了营, 把那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, 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罗地网, 先拆九要恶星出战, 九要即提兵静止洞外, 只见了洞外大小群猴跳跃玩耍, 行官历声高叫, 那小妖, 你那大圣在哪里? 我等乃上届拆掉的天神, 到此想你这造反的大圣, 叫他快快来归降, 若到半个步子, 叫如等一概遭诸, 那小妖慌忙传入, 大圣获释了获释了, 外面有九个凶神, 口称上届拆来的天神收降大圣, 那大圣正与七十二栋妖王, 并四剑将分饮鲜酒, 一闻此报公然不理道, 今朝有酒今朝醉, 莫管门前是与非, 说不了, 一起小妖又跳来道, 那九个凶神恶言颇语, 在门前骂战呢, 莫管他莫采他, 十九且图今日乐功名修问几十成, 说由未了, 又一起小妖来报, 爷爷, 那九个凶神已经把门打破杀进来也, 大圣怒道, 这破毛神老大无理, 本带不与他计较, 如何上门来欺负我, 急命独角鬼王, 领率七十二栋妖王出阵, 老孙领四剑将随后, 那鬼王, 急帅妖兵出门迎敌, 却被九要恶星一起掩杀, 抵住在铁板桥头, 莫能得出, 正嚷间, 大圣到了, 叫一声开路, 撤开铁棒晃一晃, 晚来粗细, 战二长短, 丢开架子, 打僵出来, 九要星哪个赶抵, 一时大退, 那九要星立主阵时道, 你这不知死活的毕马分, 你犯了十鹤之罪, 先偷桃, 后偷酒, 搅乱了盘桃大会, 又窃了老君仙丹, 又将玉酒偷来此处享乐, 你罪上加罪, 岂不知之? 嘿嘿嘿嘿, 这几桩事, 时有, 时有, 但如今, 你怎么? 九要星道, 无奉御地金职, 帅众到此收响你, 快早归医, 免叫这些生灵纳命, 不然, 就洗平了此山, 掀翻了此洞也, 大圣大怒, 哼, 量你这些毛神, 有何法力, 赶出障眼, 不要走, 请吃老孙一棒, 这九要星一气踊跃, 那美猴王不惧分毫, 轮起金箍棒, 左遮右挡, 把那九要星站得筋疲力软, 一个个儿倒托气泻, 败阵而走, 急入中军帐下, 对托塔天王道, 那猴王果十分骁勇, 我等站他不过, 败阵来了, 李天王, 急调四大天王与二十八秀, 一路出师来斗, 大圣也公然不惧, 调出独角鬼王, 七十二洞妖王与四个剑将, 就于洞门外列成阵势, 你看这场混战, 好金人也, 带风萨萨, 怪物阴阴啊, 那笔箱惊奇飞彩, 这笔箱歌起身辉, 滚滚窥鸣, 层层甲亮, 滚滚窥鸣, 映太阳如撞天的银庆, 层层甲亮, 气炎牙, 似压地的冰山, 打汗刀, 飞云撤电, 主白枪, 杜雾穿云, 方天脊, 狐眼边, 马林百列, 青铜剑四名铲, 秘术排阵, 弯弓硬武凋零剑, 短棍蛇毛斜了魂, 大胜一条如一棒, 翻来覆去, 占天神, 杀得那空中五鸟过, 山内虎狼奔, 杨沙走时, 全坤黑, 波土飞尘, 宇宙昏, 只听兵兵勃勃, 金天地, 沙沙巍巍, 震鬼神, 这一场, 自沉石布阵, 混杀到日落西山, 那独角鬼王, 与七十二动妖怪, 竟被众天神捉拿去了, 直走了四剑将, 与那群猴, 身藏在水帘洞里, 这大圣一条棒, 抵住了四大天神, 与李托塔, 哪吒太子, 聚在半空中, 杀过多时, 大圣见天色江碗, 即把毫毛一把, 丢在口中嚼碎的喷浆出去, 叫声变, 就变了千百个大圣, 都使得是金箍棒, 打退了哪吒太子, 战败了五个天王, 大圣得圣, 收了毫毛, 急转身回动, 早又见铁板桥头, 四个剑将, 领众扣迎那大圣, 耿耿叶叶, 大哭三声, 又嘻嘻哈哈大笑三声, 大圣道, 诶, 如等见了我, 又哭又笑, 何言? 四剑将道, 今早, 率众将与天王交战, 把七十二动妖王与独角鬼王, 尽被众神捉了, 我等逃生, 故此该哭, 这见大圣得圣回来, 未曾伤损, 故此该笑, 大圣道, 诶, 圣父乃兵家之长, 古人云, 杀人一万, 自损三千, 况捉去了的头目, 乃是虎豹狼虫, 欢张狐河之类, 我同类者未伤一个, 何须烦恼, 他虽被我使个分身法杀退, 他还要安行在我山脚下, 我等, 且紧紧防守, 保时一顿, 安心睡觉, 养养精神, 天明, 看我使个大神通, 拿这些天将与众报朝, 四将与众猴将椰酒吃了几碗, 安心睡觉不提, 那四大天王收兵霸占, 众各报公, 有拿住虎豹的, 有拿住狮虫狐河的, 更不曾捉着一个猴精, 当时, 果佑安元营下大寨, 赏牢牢德公之将, 吩咐了天罗帝王之兵, 各个提灵呵耗围困了花果山, 专待明早大战, 各人得令, 一处处紧守, 死证是, 妖猴作乱惊天地, 不枉张罗昼夜看, 毕竟天小后如何处置, 且听下回分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